Hello,大家好,我是王豆 今天这期视频邀请来了叶哥等我的嘉宾 我们两个准备来录这一期令人非常开心和兴奋主题的视频 就是试吃 这叫什么 这个是 吐热了嘴的味 咱俩还像两个主播坐在这 播新闻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 第一次尝试录这种试吃类型的视频 我还挺兴奋 我们试吃的这些产品都是以零食和方便素食为主 还有些饮料 有一些是我认为还比较健康的零食 有个别是我小时候吃过 然后很长时间没有再吃 想买回来再尝试一下 大部分东西都是我们第一次尝试 因为我们这次买回来的零食实在是太多了 担心整个视频的时间会很长 所以我们就快速的试吃 告诉大家我们最直观的第一感受 然后再可以再打个分 大部分东西都是在附近的亚洲超市买到的 相信在北美的小伙伴也可以在亚洲超市 或者一些网站很方便买到 还有一部分是在Traderose买的 Traderose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北美这边的一个超市 很小一部分是在Costco买的 还有一部分我们今天将会试试到的零食 是由网易严选赞助的 相信大家都听过网易严选这个品牌 我经常会看到国内的小伙伴们 分享一些网易严选的产品 非常眼馋 很开心的就是在北美的小伙伴 也可以在网易严选的海外观望 非常方便买到他们的产品了 他们网站有非常多 我觉得特别实用有好看的家居产品 最让我兴奋的还是食品区 目前所有食品的都是从中国直游 他们现在还有全场六折的活动 大家可以再叠加我的专注折扣码 可以再打八五折 所有食品类就是满99刀包邮 其他类的产品满69刀就可以包邮了 我挑选产品之前也做足了功课 了解到网易严选 他们是与全球最优秀的供应商合作 并且全程把关态度非常严谨 其实单从包装上就可以看到 他们品牌非常用心 而且包装上面会写 好的生活没那么贵 我觉得非常符合 咱们现在的生活理念 这次除了这些零食以外 我还从他们网站挑选了一款 惊天的炒锅 那款我们已经开始用了 用了几天下来真的非常喜欢 叶格这个平常不做饭的人 自从有了一款锅以后 就开始做饭有了热心 那个锅我会在之后的视频 也会跟大家分享 哆嗦了这么多 我们就开始吃吧 我们两个已经饿得不行了 今天就 因为今天东西太多了 我们两个没有吃饭 所以就一直空着肚子 我们就从网易严选的东西开始说吧 我们先来试试这个 叫做一杯珍珠奶茶风味酥 因为包装也很精美 有点像那种凤梨酥的感觉 咱们两个就吃一个吧 因为咱们东西太多了 我们把它吃到最后就吃不下了 这里面还有贴画 外面酥酥的里面QQ的 我喜欢这个口感 你快打开尝一尝 其实这一口吃进去的 整个外面的口感和里面的口感 都是凤梨酥的感觉 但是仔细品它里面是黑糖 其实这里面的味特别像阿萨姆 好吃 来 打个分 满分多少 满分十分 满分十分 嗯 要再品一下 主要是现在太饿了 第一个吃这个就 你吃什么都会觉得很好吃 我们123同事说 客观众长 客观众长 123 8分 下面我们两个再尝试一下这两款饮品 一个是这个蜜桃乌龙茶 它里面是原液 应该就是有那种纯的茶叶 还有一个这个冻干蜂蜜柠檬片 我觉得这个就非常方便你带到办公室去 它里面是这种 是一大块包装的 里面是一小包一小包 这好香 柠檬就是一片一片的 非常真实的柠檬 这个茶的包装好棒啊 下来泡这个蜜桃乌龙茶 我已经闻到了很浓郁的这个蜜桃味了 蜂蜜柠檬我也泡上啦 人家这个包装实际上是可以从这个地方打开的 就从这个地方抽一包一包的 你就可以这样放在柜子里 三分钟吧 我先尝这个蜜桃乌龙 这个闻着太香了 你闻闻 就蜜桃味特别纯正 对我来说有点淡 但是它整体的那个茶香和蜜桃香 非常就很清新的那种感觉 这个放凉的嘉宾应该 对可以冷泡或者是放凉嘉宾 然后可以再加点蜂蜜之类的 很舒服喝着 我们先给这个一桃乌龙茶打个分 三二一 八两五 啊哈哈 我测好多 可能是因为我喜欢喝那种味道很重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有点没味 我是喜欢这个的 但是有点淡对我来说 多泡一会儿 嗯 可能多泡一会儿 再来尝尝这个 哇 你尝尝 这个我以为会没有什么味道 但是柠檬味很足 我想拿了海底捞 对对对对 像海底捞里面的那个柠檬水 这个冻干柠檬片 来吧 三二一 八五 差不多 下一个是来自这个网易严选的 叫做樱花味流心绿豆糕 我在网易严选选的这几款产品都是 感觉在美国超市啊还有这边 无论是美国超市还是中国超市都比较难买到的东西 这个这个叫什么 二桶 樱花 你能不能好好的 这个二桶 这叫什么 流心绿豆糕 樱花味流心绿豆糕 太好看了 有绿豆糕的味 看它这里面是有夹心的绵绵的 就是绿豆糕的口感 樱花味它可能里面那个酱是樱花味 留一点点 这个饼整体上还不是特别甜特别腻的那种 人家叫绿豆糕你管人家叫饼 这个膜 就我以为会比如说很多的香精味或者很甜很腻 但是它就很自然的味道 吃起来感觉更精致一些 三二一 七点五 接下来再吃两样比较解腻的东西 这两样东西是我 就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东西 一个是这种爽口眉片 还有就是陈皮眉饼 因为在美国超市真的很难买到 很好吃的这种梅子类的产品 它这里面也是独立包装的 它长得像小时候吃的那种山楂片 它是化霉的 你放在嘴里就有 唾液 唾液就立马分泌出来了 而且这个很方便 你不用吐那个糊 比如说天气很热或者不太舒服 比如说你在开车的时候 你就喊一片这个 我们先来给这个爽口眉片打分 三二一 八点五 这个我可以理解 因为他不太喜欢这种梅子类的东西 但我很喜欢吃 现在我们来吃这个陈皮眉饼 好爽 嗯 吃起来更酸一点 嗯 因为我太常吃的没吃这种梅子的东西 我觉得好好吃 三二一 八点五 你觉得这个会比那个好吃一点对吧 我都挺喜欢的 下面一样来自王爷严选的产品 就是这个蔓越莓味的雪花酥 它里面也是独立包装的 这种食品的保质期好像都比较短 就是这种雪花酥 然后一些糕点类的买回来 最好都尽快吃 他们竟然敢从中国往美国记忆 一个是能说明他们东西很新鲜 第二天都能说明他们运过来的速度还挺快的 因为我记得好像一周都有所说到 这种东西如果它运的很慢的话 我回来没有几天就过期了 这个是雪花酥里面的样子 它一个里面有这个三小 我觉得这个包装都很好 就是不会让尼斯打开很多吃不完 我没有吃过雪花酥这个东西 你吃过吗 我一直很想吃 但是一个是美国这边卖的比较少 然后我之前一度尝试自己做 但是要准备的材料太多了 我已经把好像是需要用棉花糖 我已经把棉花糖买回来了 但是它好像需要奶粉 还有很多万七八糟的国谱 所以就直接吃棉花糖了 我就一直没有做 所以我一直很想吃雪花酥中的 因为我觉得我应该会喜欢吃 奶味很浓 你不一定喜欢 我很喜欢 哇好吃 它不是脆的 它是软 就是你现在吃一个泡沫 就是你刚要吃的 就这种感觉 是软黏的那种感觉 对对 但也没有黏牙 不会像牛渣糖 有点牛渣糖感觉 对 但没有那个硬 对没有那个硬 然后很香 里面有一些 应该是这种坚果类的香味 还有一点点那个蔓越莓的这种酸 只要开那个奶香 就立马在你的嘴里肆意出来了 吃过就有蔓越莓味 来我们给这个雪花酥打分 来 三二一 九分 确实让我挺惊艳的 这个雪花酥 下面最后一样完颜选的产品 就是这个魔芋带餐粥 这个我还挺好奇的 我专门选了 因为我们两个 一直在减肥 从来没整够 里面有食包 这个也是很方便你 早上的时候 或者是你放在办公室 中午或者饿了就泡一包这个 这个倒出来就是这种紫紫的里面 感觉有一些片片 黑芝麻味 这好好看这个颜色 这个魔芋带餐粉已经泡过五分钟了 我以为它放五分钟会变成稠的 所以它这个图片看起来是这种 粥就是很粘稠的状态 有可能 比我想象中好喝 就是很香 它里面很多芝麻的味道 我觉得作为一个带餐 产品来说 这个 还不错 对 3217.5 好现在王爷选的产品 我们就全部试试完了 接下来就试试我们在 中国超市买到的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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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食吧 我们就拿到什么吃什么 因为实在是太多太乱了 我们全把它堆在这个部分 吃完甜的就想吃点这种 味道比较重的东西 我们来尝一个大辣串 这种辣条和这种辣串的品牌非常多 我只是看到这种 它是一串一串的 我觉得拿起来吃得比较方便 这感觉黏黏的那个 闻上去就像味龙 就是味龙的味道 辣条好好吃啊 筋筋的 面筋的那种味 它这个酱汁是有一定浓度的 来吧打分 3219分 你为什么吃打7.5 我觉得没有味龙好吃 没有味龙好吃啊 这个更甜 但我觉得也是好吃的 吃完甜好吃 自然的盐 这个饼干 我们之前都吃过 但咱们买的是那个绿色包装 好像是葱 这个是对胡椒香菇味的 因为我听说这个胡椒香菇很好吃 而且我们去买的时候 这个就只剩很少了 对 叶哥是一个不吃香菇的人 然后像那个 这个味道好香 而且看对像磨片 看到这个上面 它这个料还挺足的 你能吃出来比较明显香菇味 你能接受这种香菇味吗 这两个可以 就你不能说没有疯狂喜欢 但你能接受这个味 还可以 口感就是酥脆 苏打饼 苏打饼的味 苏打饼干的味 胡椒味闻上去更重 吃的话实际上没有更重 挺特别的 因为我觉得没有很多香菇味的饼干 而且是咸的饼干 我们给这个 自然的盐香菇胡椒味的饼干 打分 打分 我有点害怕叶哥会给一个 很可怕的分数 来吧 3217分 差不多 来吃一个 这个系列的东西 是这个鱼美这个牌子 这个在美国这边很多超市都有卖 它好像也卖那些麻辣烫啊 就那些方便食品 什么粉啊之类的 我们今天买到的是三个这种也是方便的零食吧 一个是土豆 一个是笋 还有个是藕 你看这个独立包装 伯伯鸡 伯伯鸡那个味道 你先吃一个 我希望它是脆的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这种辣的脆的 稍微有一点面 嗯 这个吃起来不像包装的食品 就很 吃起来很新鲜 你看这个土豆 我们在大县门口那种煮味店买的那种拌土 两碗土豆的感觉 它是脆中带面 不是很辣 可以接受的辣 可以接受 我们现在来给这个鱼美的土豆片打分 来 3218.5 再来吃我 它不一样 这上面写的有进到黑鸭味 黑鸭味 酱辛老卤味 所以肯定是不一样 黑鸭味 那我有点期待 这有可能是像周黑鸭那种味 味龙的那个卤鹅我不是很喜欢 味龙那个卤鹅就是有一种怪味 嗯 拆开了 嗯 谢谢 可以了 不让它看里面吗 哦 那看一眼吧 这看不太出来实际上 就是这种 嗯 你看都听出来的很脆 嗯 它这个辣味是比较清爽那种辣 小米辣的那种辣味 对它这个是片状的 它吃到后来会在口口里面会有一点点 会会很辣 刺激你想 很辣 感觉像这个 就是腌过什么料的那个味 很难表述 好 我们来打分吧 打分吧 3 2 1 7 3 最后一样这个渔美系列的 吃货争霸赛的最后一名选手呢 是这个笋 老痰酸辣味的笋 爱你的美肯 泡椒泡椒粑 泡椒蜂蜂 泡椒味 嗯 泡椒味 嗯 筍还是很脆 没有很惊艳 就是它该有的味 泡椒粑这个味它是笋而已 泡椒笋大分 3 2 1 7分 喝一个东西吧 太辣了 你们想喝哪个 我们这次在中国超市发现了这个劳山可乐 我记不清我之前去清早的时候喝过美大 我好像喝过什么劳山冠泉水 有可能喝过劳山虫草 叫什么蛇花虫草水 我觉得它还没有很难喝 它这个里面是有白丁香枣 这难道是一个滋味香甜 我以为它说滋补的 吓我一跳 闻上去喝普通汤 喝的是 应该不会有太大区别 不一样 闻上去有股陈皮味 喝着可能就是香草可乐那种味 是不是 对 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 因为闻这个味道 还有点黑松沙士的感觉 就有点像香草可乐 但是又没有那么重 而且这个好像没有普通可口可乐那么甜 对没有那么甜 来吧 我们给劳山可乐打个分 3218.5 这也算甜的 行 我们来下一个系列 素衣烧系列 我们吃过这个吗 我不记得了 我也不记得 就我总觉得我吃过这个东西 但是又想不起来 我觉得它的口感应该就是跟奇多很像 可是它的味道有很多种 我们只是买到了三个味 一个叫做 鲍烧 鳗鱼味 上汤 龙虾味 香辣味 我们来分别尝一下吧 我们先来尝一下香辣味 好香 这个味很熟悉 你鼻子塞进去吧 干嘛 我想闻闻是什么味 你要抱着它睡觉吗 是跟那个咪咪虾嚼的那个一个味 我不太一样 咪虾嚼是有虾味 它应该是用甜用条 对 有点甜 然后 这就有点像我买那个 辣味的奇多 但是没有那么 没有cheese味 对对对 哦 这个好好吃啊 这个比奇多好吃 他不喜欢吃那种cheese味 哦 这个好吃 出一刷虾味 打分 321 9分 你比较严格 我比较宽松 看它楼虾味 这个我还挺期待的 一股乐乐嘴的味 好了好了 你回味什么了 这点 就这种虾味的 或者好像 对 或者cheese味的 闻起来都不怎么好闻 感觉像在吃虾 这有点厉害 好虾呀 这好虾 好虾 虾在赫娜话里 是不薅的意思 是吗 对呀 洛阳话 虾 可虾 这是我吃过 最像虾的虾条 对 很像虾 你在这个牙缝里的 残留的回味 就有一股 海里的味道 有一点点 虾虾臭臭的那个味道 虾酱 嗯 嗯 我们现在给苏西山上 他龙虾味 打分 321 7分 你居然会喜欢吃这个虾味吗 我觉得跟这个比划 肯定是虾味的更好吃 对对 麦鱼味 我觉得麦鱼口味有点甜 酱鱼甜味 不要 话说的不要太早 真是麦鱼味 这好厉害 这把每个味都做的 这个牌子确实做的味都比较 好像 就跟你在吃那个东西的味道 是正儿八经 不像 有些味道就是糊弄你 对对对 这绝对没有糊弄人 比咱们去吃麦鱼还麦鱼 对 这个是能吃出来玉米味最重的 一罐 对 好不好 别吃了 吃饱了 三二一八分 我们来喝一个这个元气森林的乳茶 元气森林好像现在在国内很火 因为我们去年回国的时候喝了这个元气森林的 那个汽水 气泡水 这叫气吧 这个写的也是低脂肪 这个也是低脂肪 对 它用是百分之百的阿萨姆红茶 反正意思就是说他们用的奶和茶都是比较好的 然后没有折糖 但是它应该是用了其他 糖代替 我还在填我牙缝里的酥医烧 闻上去你应该会喜欢 因为阿萨姆的味 这就是你奶茶的味 我知道了 但它可能比阿萨姆的热乃要比较 其实喝起来还是甜的 就没有因为它没有加褶糖甜味就这样的 稍微淡一点点 就是比其他这些奶茶品牌喝起来稍微没有那么厚重 没看到 人家让摇六次以上再喝 你再来尝尝 是吗 厚重了 如果这样的奶茶真的能做到卡路易很低的话 我觉得 很幸福呀 没有很经验 但是 重在它低脂肪 主要是卖这个 还有就是这一小瓶 拿着很可爱的感觉 元气森林的乳茶打分吧 3218.5 喝完甜的再吃点咸 我们先来吃一个这个系列的 叫做东东这个品牌 这两个实际上我们已经吃过了 一个是蒜蒜味的和这个麻辣味的 这两个我们都觉得非常好吃 大家都可以放心去买 因为胃龙它也是有这个豆皮的 很早以前吃过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吃 我们想把它们两个来对比一下 看一看哪个更好吃一些 我们来吃一个这个香辣味的 它里面都是小包的 而且它这个一包还挺多 对吧 我觉得性价比好像比胃龙高 这个我们俩最近经常吃 好吃 然后咱们再来吃这个胃龙的 胃龙的这个有一个不好的 就是你打开它里面就一大包 你就要吃完 对 就很快就要吃完不好存放 这一片就是很薄 你能说它是不一样的 口感是一样的 味道是有差别的 但是味道是有差别的 没有那么油 而且味儿更淡 这个就不打分了 因为这两个东西 咱们我们都已经吃过 就没有什么第一印象 就是这两个要对比的话 都挺好吃 但是东东更好吃 然后下面一样东东的东西 是我们这次第一次尝试 叫做热血方刚 我还以为它里面也是 当作包装的 没想到它是 它可能也有大包包的 这个是清嘴烧 辣条 但是跟味龙辣条比它没有那么甜 味精味那么少一些 对味精味在那些 也甜 所以它每一块每一块很厚 对 所以一嚼嘴里就可以了 我觉得东东的东西 你别说还挺好吃 我们来给东东的热血方刚打分 3218.5 我们再来喝一个饮料吧 我们来喝一个 红宝莱是东北的吉林省 四平市 因为我记得小时候 四平 四平青年 因为我记得小时候吃过冰激凌 是红宝莱品牌的 这个包装就很复古 它叫做红宝莱荔枝汽水 你还没品出来 还在品什么 稍微带一点点气的甜水 抗水 荔枝味很小 一点点 就是有点甜了 果味应该再重点 可以用苏打水跟这个中和一下 一个是不会这么胖 还不会这么甜 我觉得就可以作为一个浓缩的 来吧 我们给红宝莱的荔枝汽水打分 3217分 哇 这是给的很低的一个 对吧 因为它就是比较甜 哦 又是一样 有点这种的 类似于拉条似的 大豆蛋白质品 就是那种豆质 也是豆质品 但是酥肉的口感会更 更像肉一点 我记得我之前买过那种 酥肉和牛肉一起的一个零食 它们一起在一包 就还挺好吃 没有我之前吃过的酥肉好吃 比较淡的味道 这个香辣味 确实比较淡 就是无论是辣味还是香味还是甜味或者是酱味都 真的没有很惊艳 我们给这个祖名的酥肉打分 3216.5 下一个就是这个天使紫豆片 这个应该很多人都听说过 因为这个好像在国内已经 好几年前就很有名了 我们两个从来没有尝试过 所以这次去超市 刚好看到有卖的 就说哪一个 试一下吧 这个包装看起来很错 焦香麻辣味 很像那种奶宝 这就是那种小时候 这是西安的 它是这种土豆片 它里面是叫什么波浪的土豆片 但是每一片又很薄 很油 就感觉它每一片薯片上都 馨了很多油 味道还是不错的 味道就是像他描述的焦香麻辣 3217.5 下一个想跟大家试试的就是这个 乐景记的蛋黄锅吧 这包装看起来很好 它里面是这样的 每一片可以看到上面 非常明显的一粒一粒的这个 这大米吧 没有任何蛋黄 鲜蛋黄味啊 我就是种它这鲜蛋黄买的 只是米的香味 我妈应该会喜欢吃 我妈就很喜欢吃一种 特别香 就是它食物本身 香味的那个东西 我有点失望 但是不难吃 本身还可以 不难吃 无论是口感还是不难吃 但是如果你对鲜蛋黄味有所期待的话 对 期待不到 就会很希望 好了 我们来给这个 已经四美了 这个包装 我们来给这个 咸蛋黄味的咸蛋黄味的锅巴打分 三二一 六点五 让我一个咸蛋黄爱好者 对它 这个东西实际上 我最近一直在吃 你可能吃的少一点 就是这个小龙虾味的蜜蜜蜜蜜条 这个不是纯的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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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階包括小龙虾的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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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tido 大约我的蜜蜜蜜蜜蜜味 是东南亚里 好像是马来西亚的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是我们室友特别喜欢吃蜜蜜蜜蜜蜜 TY 我们就经常拎着一包 回去送车 那个橘黄色包装 就是原味是最近 看才有的 比原味的蜜蜜蜜蜜蜜 加一点辣味 就味道更重一点 我觉得蜜蜜蜜蜜好吃 打分吧 小龙虾味的咪咪 3218.5 乐视的飘香麻辣锅味 这个是我小时候吃过 但是因为美国的乐视是没有这个飘香麻辣锅味 所以是乐视进口到中国 然后中国改良出的口味又进口到美国 这一包乐视居然三块多 三刀多这样一小包 你在发送我三块多可以买这么大一包的乐视 我一小时候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的几个乐视 这是一个叫做红桂牛肉味 一个蓝色包装有点甜甜的 然后原味番茄味还有就是这个味儿 同一个天使土楼比较软香 比天使土楼比较厚重 对 口感比较好 比它多了一点甜味 那个更油更干 我记得我小时候吃的感觉挺辣的 现在吃没有辣味 那感觉更甜 让我们给这个乐视的飘香麻辣锅味打分 3218分 下面想给大家尝试的就是这个韩国的饼干 就是高巷美好像是角质 它这个包装上没有写 但是我认清楚了这个女孩 这个也是挺多人推荐 然后我们今天 其实这个饼干很常见 但是我们一直没吃过 它是薄片 这上面好多糖 能看到好多糖粒 口感很好 很脆 很酥 这不啥有什么咸味 有点上海万年青的感觉 但是没有那个好吃 你觉得没上海万年青好吃 因为上海万年青更油 有芝麻 而且有香味 这个有芝麻 这个也有香味 这个就是甜饼干 你再觉得里回味 有很重的奶香味 我觉得不难吃 这确实不错 是韩国的风格 3218分 3218分 再喝两样奶茶类的东西 是在华人超市买到的 一个是这个milk tea 我怎么觉得之前 好像是在Costco见到过这个 我们买的是这个Jasmine的 茉莉花的milk tea 然后还有买了一个这个 雨质抹茶拿铁 这是抹茶拿铁 这个好像还挺贵的 我觉得 3块多一瓶吧 不便宜 shake well 你这个也要shake吧 我们一起来shake sh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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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不至于这都不行 哇 这个好甜 这个也挺甜 哇 这个好甜 这两个饮料都没有很惊艳 就是它该有的味 没有什么抹茶味 这个也 也没有拿铁味 不会 退了 那我们先给这个 雨质抹茶拿铁打分吧 321 7分 莫莉花的这个奶茶大分 321 6.5 你觉得这个没有这个好吗 太甜了 太甜了 好像中国超市的东西都吃完了 嗯 现在就是吹这儿就 吃吹这儿就死了 你为什么每个东西你都要把它连给 吃饭 身旁之温 味 深镜之温 吃香味 驾驾炸的味 好臭 你还要嚼多久 算其没变 碗 你牙齿里还有 4分 不行我要打3分 我凭你面 是不是给你5分好吗 我本来想要可以煮给2分他 确实是像你刷完牙漱口 然后把它给咽了 吃完你就200斤了 我可以吃完了 我们的方便食品已经全部搞定 现在的方便食品也都太好吃了吧